那份奋不顾初的付出 抛弃一切的执念 让这个房间里充满别样的信息 那是一份勇敢 更是对彼此的一个深情答案 酒会上的意外重逢 敲敲给他们的爱扩充了内容 也埋下了伏笔 即便翠花很清楚 自己有家庭 有丈夫 甚至还有儿子 但陈凤十几年的婚姻生活 让她再也忍不住 焕发勇敢 相约来到公园 一起查看着翠花年轻时候拍摄的照片 相视的暧昧情愫 仿佛制约了这个小公园的空气 惹到爱那的小心脏 怦怦直跳 虽然今天 仅仅只是两人的第三次见面 但他们却有着仿佛说不尽的话 毫不尴尬的那种 忍不住的邀请 那个明明的下午 翠花第一次受邀 走进了爱那的家中 望着眼前爱那的一切 翠花的眼睛里忽然多了光芒 这是她结婚十几年以来 最耀眼的时刻 或许此刻 他们不愿承认 不愿面对这个现实 但爱情来了 终归就是来了 势不可挡 爱那也顺势走进她的生活 帅气到儿子 乐观的丈夫 但她的眼里 只有生命的翠花 那个浪漫的夜晚 连人瞒着所有人 悄悄躲到这片 无人打扰的乐图 尽情地分享着 彼此曾经的所作所为 感情经历 生活琐事 甚至细微到身体上的 哪个伤疤的来历 如此大胆地展示自己的一切 而爱那却选择了 在一旁默默地陪伴 那是一种不经意的默契 更是她对这份 本不该发生的感情的态度 偶然的身体触碰 脸上肆意的笑容 足以证明 他们互相珍惜的所有 而这份迷人的爱情 悄悄地面临了一次 世俗的挑战